我有帶過一個團 然後他們是去沖繩 好可怕 哪裡都可以拍 樹都可以拍 就是 就是 樹耶 睡覺 打呼很大聲 有啊 我打呼很大聲 有 超大聲 就是你可能先睡著 然後聽到打呼聲之後起來 對 然後起來就先 然後起來就先 女伴的部分有什麼樣子的行為 讓你覺得地雷 他會拒絕別人的意見 但是自己又提不出一個所以來 抱怨東抱怨西 然後又不排行程 我沒有在暗指誰喔 就是朋友 朋友 朋友 講好的行程然後 明明就是要去踩的時候就 蛤不要耶 這邊好無聊 蛤怎樣怎樣 那 滾下去 可是我是事前不規劃 但是我不會抱怨 哈哈 有人規劃就好啊 然後只會說 欸可是我不想去 所以可以不要去這嗎 如果沒有辦法幫忙 那就配合 最不想要跟什麼樣子的人 公主病吧 就是 蛤那裡很熱 不要走路 我們不能搭車 這邊很無聊 或是 一直拍照 一直拍照 朋友去玩都是 玩那樣 我其實蠻喜歡拍照 但是是風景照 如果說你是自由行OK 可是團體旅遊不要這樣 因為對領隊導遊很困擾 我有帶過一個團 然後他們是去沖繩 好可怕 哪裡都可以拍 樹都可以拍 可能就是一個國家公園 可是那個樹就是沒什麼 他們就可以在那邊拍好久 可能日本的導遊就比較熟識 就一直在後面一直在那邊跟我摸摸 然後我覺得很可怕 然後他們就是狂拍 這就是瘋狂的拍 就是 就是樹耶 遲到了 已經約好了嗎 早上10點吧 10點到火車站之類的 然後 還說 我快到了 那其實還在家裡面 最主要還是時間 譬如說大家約定好 就有點退房 酒店才起床 然後東莫西方 希望他導致趕不上車 最主要還是時間管理 就是為了要省錢而省錢 應該說明明地鐵可以搭 為什麼一定要走的 而且才30塊 出來玩就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真的 睡覺打呼很大聲 有啊 我打呼很大聲 低雷動 就是那種雷動 在小的等級 再找另外一個朋友 就可能比較可以忍受的 一樣會打呼的 欸對差不多 就大家一起想的 我就大家一起想的 其實就是兩位打呼的人 放在一起就好了 其實打呼之類 都是自己不知道 蛤我有打呼我不知道 你有打呼你超大聲 然後他就說 你也有打呼你很大聲 就讓他可能自己去吵 聽過還有打呼聲 有 超大聲 那你睡得著嗎 我睡不著 就是你可能先睡著 然後聽到打呼聲之後起來 對對對 那起來就先揍他 那起來就先揍他 去揍他 去揍 去揍 揍 揍完之後 他起來之後你再舉手 對對對 要幫我走 浪到會有反感嗎 不會啊 好麻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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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有些人不一樣啊 就是會翻 會搶被子 會踢 會遇過那一種 腳會鑽在你的背上面那一種 我就會覺得很生氣 會偷捏他 以前啊現在比較不會 現在就是會選防水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 免得他受傷 我反而覺得床的那個 品質要比較重要 一定要洗完澡再去床上 對你也是注重睡眠品質 對 然後干擾別人 對 那不一樣 那那個 上床 然後腳也上來 腳很髒啊 不爽 要把它揍下去 你喜歡揍人 哈哈哈哈 排隊平台很久 你會覺得是浪費時間 我會覺得浪費時間 我從來不會去排隊 放棄 直接放棄 那不吃也沒關係 那在外面吃了 就覺得超苦這樣 去兩個就好了 一直排的話也是很慘 想要超過大概15分以上 我就覺得這個地方是 沒有價值 不過 跟隊的人排是可以啊 排隊的時候可以做些什麼事 可以做一些就是 別人看不到的事 哈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旅行的本身 吃雖然是很重要啦 可是我覺得重要還是 你去那邊體驗他那邊 一個整體 他整體跟你的感受 比如說風景啊 可是如果說你只琢磨在 譬如說花兩個小時去排一間店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點失去他旅行歷歷了 女生一起出去玩的紀念 目前沒有 都有跟男生 你有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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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女生一起出去玩 有些差別看 我就要看耶 就像 如果今天是 好兄弟出去玩 那我就建議 都是男生去就不要西班 如果大家都這樣 其實好像就是 四對情侶 然後大家做自己的事 像女孩子也是啊 全部都女孩子 一個男生去 都是你的姐妹 那我也太好意思 所以我個人是建議 如果要出去玩 你今天要西班 那就一提早要講 那不要說到時候出去 我帶我女朋友去 那當然是尷尬 要找他去好像也不行 吃飯他要帶他女朋友 但是有時候是男生的聚會 你就會覺得說 等一下害他們兩個吵架就尷尬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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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